美国军方官员当地时间周一,24日,趁,中国政府拒绝了美国军方官员, 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下个月停靠香港的请求。此外,中方还取消了两国海军高层会晤,报道着,中方拒绝美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停靠香港,并取消沈金龙司令员的防美计划。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伊斯特伯恩,DVD斯特伯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收到通知,沈金龙中将已被召回国,将不会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斯举行挥舞。 我们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 据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中方官员没有解释,为何拒绝美军舰停靠香港。 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着,我们有一长串成功访问香港的记录,我们期望着将持续。 更多信息请向中国政府了解,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委队此事做出回应。 在25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表示,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9月22日召见美国主华使馆代理国防五官孟继伟,就美方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不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与此同时,军方负责人明确宣布,立即召回在美国参加第二十三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省级龙司令员,耿爽说。 对于美国军舰访问香港的请求,中方一直根据主权原则和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审批。 华尔街日报报道着,美军黄蜂号远征打击群自8月至今停留在东海海域,可搭的16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士兵,务党类于日本佐世宝,此前据国防部网站消息。 9月22日晚,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七伟,就美方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不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黄雪平说,中俄两国军事合作,是助全国家进行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美方悍然宣布对中国军队有关部门及高级将领实施无理制裁,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践踏,是霸权主义的充分体现,严重破坏两国,两军关系,性质十分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为表明严正立场,中方决定,立即教会在美国参加第23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沈金龙司令员,推迟计划于9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制裁,中国军队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力。 海外网江树义,本文戏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撰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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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